相亲现场 大哥对第一位大姐的颜值 当场提出质疑 并和红娘描述了 对理想另一半的具体要求 按照大哥的标准 接下来红娘会给大哥 找到怎样的一位漂亮大姐呢 老铁们请别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这个应该是吧 徐军大哥是吧 没事没事大哥 徐军57岁 丧欧 月收入3000元 住房情况 租房住 那你主要负责啥呀 主要就是汽车流别的泡泡 我是那些车压办长 哎呀 这当个小领导 我在说我们再月行 现在过年是得红包 徐大哥目前在长春的 一家汽车配件厂工作 月收入3000多元 徐大哥的膝下有一儿一女 当初为了帮助孩子 徐大哥卖掉了得为老家的房子 如今孩子们的条件都好了 开始回报徐大哥 不仅给徐大哥租了房子 平时的生活费也不少给 所以现在的徐大哥 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徐大哥的老伴在八年前因病去世 老伴在和他结婚前就患有癫痫病 结婚后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是越来越重 老伴去世后 这些年徐大哥始终是一个人 那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徐大哥有啥要求呢 徐大哥现在就想找一位 不介意他没有房子 身体健康 身材匀称 有演员的另一半 按照徐大哥的这些要求 红娘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好久不见 先来一个拥抱 不严格太不行 差不多我 我同事我拿着 我扭手根本也不行 你觉得大姐长得不行 不行严格不行 他太多了 起码得露眼 吕丽欣 57岁 丧欧 退休金2000元 住房面积50平米 吕大姐两年前 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她无儿无女 老伴在八年前去世 上次相亲她没能成功 那如今的吕大姐 对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物质上我没有太大的追求 只要你是说 踏踏实实的把我放在心上 这样的男人就可以 看来吕大姐 对另一半的要求非常简单 那徐大哥会是她要找的那个人吗 好 小心小心 买了水都热了 来喝点水吧 行行行 不好意思 来来来来 坐坐坐 从见面一开始 徐大哥似乎就不在状态 从徐大哥不经意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徐大哥此时的心情似乎挺复杂 我见徐叫徐君 你好你好 你见哪个岁 我数码的 跟我同岁 数码这岁就是五七 刚一见面 吕大姐对徐大哥的印象还不错 就我这丑上挺干练的 就是首先给人感觉是挺干练那种 接下来吕大姐主动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我情况就是父母也没了 有没有儿女 然后呢我老公去世将近八年了 可还没等吕大姐把话说完 直率的徐大哥竟直接说出这样的话 也是不错 就演员差点 就演员差点 不行 我这有话告不住 我有啥就说上 徐大哥直言对吕大姐的长相没有相中 其实在徐大哥的心里 似乎对红娘也有几分不满 他不行 你差不多 我同事 你怎么拿着 你怎么出手 根本也不行 你觉得他姐长得不行 不行 他态度我了 起码得录我眼 他生活条件那么好 听了徐大哥的一番话 红娘似乎也感受到了大哥的不满 急忙给自己打人场 但显然徐大哥对另一半的颜值还是情有都中 我要随便找找找的 这有钱有车的都不满好几个 我都没我都没降中 我想这身过来我找自己随心的喜欢 看来他们二人今天是彻底没信了 红娘赶紧对吕大姐受伤的心灵 进行紧急疏导 主要是说插在演员上 其他啥也没 没事没事 我不用往心里去 就这种事这个时候太多了 那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 安抚完吕大姐 红娘回过头来 再次询问徐大哥对另一半的具体要求 你就是想找啥样的颜值 他不能太胖 肚子不能太大 但是你脸上我过就行了 我也没问题你这演员是啥样 我心中值得有数 送走了吕大姐 红娘又为徐大哥精心挑选了一位大姐 没事没事没事 徐凤芝54岁 离异月收入3000元 住集体宿舍 收入了一三 主要是 那你平时吃住呢 吃住都在这 徐大姐的老家在敦化农村 现在在长春的一所学校里做亲杂工 包吃包住 徐大姐平时非常能干 在单位的人员也不错 在同事的眼里 徐大姐为人随和 多才多艺 长得也漂亮 五年前 徐大姐因性格不合与丈夫离了婚 如今在长春的这份工作 虽然暂时是衣食无忧 但徐大姐更希望给自己找一个老伴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那如今的徐大姐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她必须得有固定收入 孩子啥都结婚了 没有负担 就是第一个也得必须对我好 了解了徐大姐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马上安排两人见个面 刚一见面 二人谈话的气氛就非常轻松愉快 仿佛是两个多年不见的老熟人 接着二人说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看来这次徐大哥对这位徐大姐是一眼相中 接着徐大哥主动向徐大姐发起了攻势 徐大哥现场这一番温柔甜蜜的表达 我相信哪个女人听了都会心动 此时的徐大姐也是面范桃花 小鹿乱撞 心中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徐大姐提出的一个要求 却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 我就是咋零零 没有什么太干好的要求 但是必须得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我就是简单 独立住房现在是真的是没有 他现在说也肯定了 必须有独立住房 现在就是他已经就是宗旨了 因为房子的问题 现场的气氛转瞬间到达了冰点 就在大家以为这场相亲即将终止时 不料事情却发生了一丝转机 面对新衣的徐大哥 徐大姐这边突然做出了让步 咱现在没有什么要求人现在买房 就是说以后 以后到一起真正生活 必须得买 徐大姐表示 现在徐大哥虽然没有房子 但并不影响二人的相处 房子可以等到二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了 以后再买 得知徐大姐的想法后 兴奋的徐大哥又一次来了精神 你见客我你真会相复 我都把你当老子不动了 我都把你当老子不动了 你啥啥啥啥啥啥啥 你就找到有钱了 他没问他 不把你当务事 你这有意义吗 他咱就出了 可以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天 你觉得徐大哥相亲的眼光到底高不高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